現在在機場 我們乘搭長鵬航空 去麗江 由四川的成都市 飛50分鐘左右 就會去到雲南省的麗江 我們很快就上車 之後就先往酒店方向 去Check-in 在麗江 我們是住Intercontento 現在酒店很富有中國特色 你看到它的門 這些全部都像線門一樣 外面也有一個好像庭園 這樣的公園 我們來到吃這個 阿婆 臘排骨 我們的食物到了 主要就是這個 排骨煲 還有我們在這裡 點了很多沛菜 等一會 一定要介紹一下 這碟叫水性羊花的菜 下次大家都一定要去試一下 其實味道也蠻鮮甜的 吃飽之後 我們就出發去玉龍雪山 麗江市平均有海拔2200米以上 但一路開上去就會越來越高 剛剛我們下車 要坐一些旅遊巴 才可以再去南越谷 但是呢 我坐車上來 才有一點點苦 因為我本身 真的不是很好 然後有一點 即是呼吸 覺得要 大膽一點的感覺 雪山 好 這裡就是南越谷 水真的很濫 但不知道為什麼 相機好像很濃 但其實是很濃 水很冷的 超超濃 這就是白水台 一路走下去 去到最底的南越谷 你可以看到水是非常濃的 襯透玉龍雪山在後面 其實這個景色真的很漂亮 這個呢 我們在機場看到很熱賣廣告 玫瑰花鮮餅 所以我們決定要試一下 好吃 好吃嗎 好像在吃玫瑰 真的是玫瑰花 對 麗剛市的古城很特別 它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咖啡店 但主題也是環繞一些失戀 不要離我而去 我也不太明白為什麼 香港有三個米線 這裡有二個土雞米線 我差不多吃完了才記得拍 因為這個很好吃 還有我不知道 我有點累 然後之後我很餓 我給你看看Chiris那個 看看 雞是黑色的 但是超好吃 對 因為這都是護雞 剛才 我們在高山的時候 有點頭痛 不舒服 口氣是快的 但是又沒有 嘔吐 然後下來之後 我更加 久了 再不舒服 其實很餓 我吃完東西之後 終於回眩了 現在我們回酒店休息了 在這個情況下 我買了一支樣子 我看到很多人 快樂 還要快樂 第二天一早 我們就出發去虎條盒 這裡來港市大約兩個小時車程 我們下來了 老虎就是在這塊石頭跳 因為虎跳後 上車之後我們就向白水台的方向進發 一直都是圍著很多很多的高山 你看到周圍全部都是山 感覺到是越來越辛苦 兩個多小時之後我們去到差不多白雪台 前面就是 現在坐下來吃東西 這杯是藏族老闆推介的紅雪茶 也叫美女茶 你喝了嗎? 還沒喝嗎? 有些泥土味 泥土 這就是我們的菜 買飯 糙米 還有巴巴菲拉兒的熱菜 生肌蛋糕米 我們現在在剛才吃東西那裡 老闆就跟我們說 可以泊車那裡 然後走去白水台 因為我們要去白水台 泊車要10元 然後我們那裡就說 那好吧 那我們 就 在這裡走去 這樣 我要慢慢走慢慢說 我們一上到來 就是這樣 看到馬 可以上白水台 可以上白水台 哇 這裡就是撞雨 這就是撞雨 Oh my god 看 是嗎 是嗎 這是一個像的 這是一個站 我看得出 Oh my god 這就是 殺了我 這裏的水是綠色的 然後過來 這裡就是清澈的 透明 然後過來那邊 就是藍色的了 然後又變回綠色 這些航拍的片段 都是傳賴我們的旅拍 他叫小白 我在這裡也很想讚一下他 因為最後那天很感動 他跟我和朋友說 你回到酒店 千萬不要跟酒店的人說 你的師傅已經離開了 你說他明天還會來接你 我們也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 你們兩個小姑娘 你不要讓人知道 你們沒有男生 或者沒有熟悉的朋友在附近 你會很容易被人欺負的 所以那一刻真的很感動 其實他比我們小 但是他在臨回家之前 他還在擔心我們的安危 超級感動 其實也不僅如此 我們這個旅程非常幸運 第一晚在成都吃飯的時候 就在一個麵當裡 然後另一個食客 走到連我們聊天 我們從哪裡來 結果我們還做了微信的朋友 他還想請我們吃飯 到第三晚在老窩頭打火鍋的時候 旁邊那一台食客 不小心多了一些食物 他就說 不要浪費 你們幫忙吃 我都很期待 下一次去大陸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人 和認識到什麼新朋友 我們現在都在香咖喱拉拉 好 𝘇𝘳𝘯𝘼好妄 擱柴 感谢观看